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早前对50个国家超过120万人进行问卷调查 这份被视为全球最大型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 全球有6成4的民众认同气候变迁是一场全球紧急事件 无论是年轻人或是老年人都觉得非常紧迫 根据调查结果 14到18岁的受访群体中69%的人表示认同 58%的60岁以上群体也认为必须采取行动对付气候变迁 这显示气候变迁不是一个时代隔阂的课题 各年龄层都存在共识 大部分回答问卷的人认为应对气候变迁有四大优先事项 那就是森林和土地保育 研究太阳能、风能和可再生能源 推动清气候的农业模式 以及投入更多资源在绿色商业和工作